由文化部花蓮县府指导花蓮县文化局主办 丰山社区发展协会执行的 112年博物馆以及地方文化馆人才培训 地方文化经济人才培育课程 打造在地振兴以及创业新契机 9月8号到10号在花蓮县考古博物馆举办 为期三天的工作坊中 而学员们将学习到如何以思考工具 发掘在地亮点并具体完成社区营运企划 也培养地方民众的创新能力 推动文化知识的创新保存 要带动地区振兴与创业的新契机 有感于地方文化馆以及社区活化文化保存经济连结 时常遇到不知如何创新或是缺乏企划的人才等问题 而当中关键的就在于如何思考 因此在本次的课程中 可以说是花蓮县文化局在培育在地的企划人才 与如何促进地方发展进行地方人才的培育活动 县议员林平阳县府中区办公室主任赖锦昌 文化局秘书接出席课程 给予实际的行动支持 特别感谢文化局特别举办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社区 风山社区发展协会 很多人曉得 我们寿风箱的一个文化 5G的一个 这个推动的重要性 这次的活动以思考工具为核心 期望培养管源系统性的思考 综合推动文化知识创新的保存 发现地方振兴与创业的机会 透过丰富的课程内容 学员将学习创意思考等关键概念 以及如何有效的利用新思维 来探索地方的特色 创造新的文化新价值 谢谢文化局好不好 好 还有感谢我们一眼知识好不好 好 记者林杰 收风箱 采访报道